我們今天要談的是Michael Richardson 跟他所調查的英國的watchdog這個夥伴 至於watchdog是誰 我的判斷應該是一些媒體人 就是至少是一些獨立媒體 或者是說曾經有過媒體經驗的一群朋友 那麼大家一起實在看不過去 所以在英國端就啟動了一些調查 那Michael Richardson就把他們調查的結果 在他的行政訴訟的法庭上面 跟對照還有跟法官進行了一連串的角力 角力之後得到的一些相關的文件 他把它公佈在他的文章當中 而且做成了一連串一系列的影像的報導 這證明什麼 一個寫作評論非常嚴謹的資深媒體人Michael Richardson 他其實是他比較不捕風捉影 他比較像是有一分證據 說0.7分話的個性的人 那所以他在這個法庭的工房上 他拿出來的東西都是非常實際的東西 所以呢在接下來 Michael Richardson在英國法庭的所有的訴訟 我覺得要敗不容易 除非這個法官就是 你知道就禍出去的那種 那我們來看看 有幾篇文章是Michael Richardson最近陸續寫出來的 那我要看懂 而且循著他的脈絡去思考 需要一點點時間 再加上最近很多大事陸續去發生 所以我接下來追點進度 我們來談談Michael Richardson的這篇文章 他的英文標題是什麼 是 UK Washington details how University of London awarded蔡英文 UK Washington's PhD degree despite of no thesis Despite of no thesis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們發現說 英國倫敦大學啊 是怎麼樣在 蔡英文沒有論文的情況之下呢 可以說 說他們頒給了蔡英文博士學位 那各位可能聽完會覺得說沒有啊 倫敦大學其實 這個過程啊是很混亂的 那 呃 我覺得Michael Richardson 他很聰明的地方在於說 他的訴訟手段是這樣 他說 今天 手邊拿到了所有的文件 包括了 英國倫敦大學 倫敦政經學院 對台灣的台北地檢署 或者台北地方法院所提供的文件 以及 他們在英國的 ICO跟法庭所提供的文件 Michael Richardson做了一個假設 假設這些東西都真的 好 沒關係 你說是禮拜天 1983年10月16號口試 好的 我聽你的 你說你的口試委員是 Michael Elliott 什麼Leonard Lee 好 我相信你的 他比較不像我們的策略是說 我們從頭到尾咬定 你根本就是1982年10月11號 你就withdrawal了嗎 不然WD什麼意思 難道是WC寫錯了嗎 對不對 那你既然已經WD了 你還有什麼後面口試 難怪你才會掰出什麼 1983年10月16號口試 那種beautiful sunday 那個是完全不可能的故事 這是一種策略 Michael Richardson的策略說 好 沒關係 你說是這樣就這樣 好吧 我聽你的 好 那你把你的邏輯鋪陳之後 我再告訴你說 對不起 我們往回推 你的邏輯自相打臉 所以這是Michael Richardson的策略 我們來看看 他就說 那好啊 沒關係 你說倫敦大學呢 在1984年的2月份或3月份 頒授給你學位 可以 那我們就來看看英國倫敦大學 要頒授學位需要哪些條件 結果沒有論文啊 你沒有上繳啊 你沒有hard bonded 你沒有金裝本 沒有硬裝本啊 他從這個角度 從結果往前推 所以這是Michael Richardson在法庭的策略 那我們是從原始端一直往後攻 就是說你沒有過你的viva 你的viva之前有一個transferring 你就是資格考沒過嘛 因為在the old theater的大教室當中 Bright Hindley 這個整個倫敦政經學 唯一一個可以指導你有關於什麼關稅 傾銷 這個不公平的這個貿易防衛手段 唯一一個跟你的研究 比較相近的 應該是說非常接近 而且可以是泰斗級的人物 就是這個Bright Hindley 他親口告訴學生說 你連定義都沒搞清楚 所以他沒讓你過嘛 好 那我們是這樣子追下來 所以你看你退學了嗎 1982年11月10號就出現了什麼WD嘛 那因為你WD 所以你沒繳學費嘛 因為你沒繳學費 你接下來呢 第三年就不可能有上嘛 對不對 那剛好Michael Elliott 你說你的老師 那他就直接就1983年 就已經離開倫敦政經學院 去幫這個柴契爾夫人做競選了嘛 那你他怎麼可能回來指導你論文 對不對 對 更何況你那個時候呢 已經離開英國了嘛 講到這個 這些出入境資料 這些移民 這些入出境管理局 你惹我沒關係啊 但你不要偽造文書 你也吸到精氣燦嘛 等到這些事情被攤開之後 我跟你說 蔡英文的入出境資料 只有台灣有嗎 我跟你講 抱歉了 到時候我們會比對的 你放心好了